一个大象脚印 数十种生物的家园 大象穿过森林或草原时 身后会留下深深的脚印 这些脚印积水后 就成了许多微小生物的家园 当你的体重超过六千千克时 毫不夸张地说 无论走到哪里 你都会留下深深的脚印 非洲象就是如此 最新研究表明 数十种微小生物 会在非洲象留下的脚印里 安加落户 大象穿过森林或草原时 身后会留下硕大的脚印 这些脚印有时可深达三十厘米 当雨水注满这些大脚印 就形成了一个个小生径 微小生物气息的 具有特殊环境条件的微小场所 大象脚印里的泳池派对 科学家在三十个大象脚印里 发现了数以万计的小生物 德国科布伦茨兰道大学 和其他机构的研究人员 来到乌干达 分析了三十个由大象脚印形成的小水坑 结果发现 这些小水坑里至少生活着 六十一种小型无脊椎动物 这些动物分属九个木 包括满虫 浮游 水蜘蛛 水质和富足动物 有时甚至还能发现蝌蚪 总之 最早留下的大象脚印 其生物多样性水平也最高 也许是因为其中堆积的树叶 和其他有机碎屑提供的食物的来源 这项研究结果已经在2016年夏天在线发表在了非洲生态学杂志上 数据表明 大象脚印可能在几个物种的生命周期和食物链中占有一席之地 谁会料到看似平常的大象脚印 对很多其他物种来说 却如此重要拯救大象科学委员会主席乔治·贝腾迈尔为参与本项研究所 研究人员承认 这项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 要搞清楚这些外来居民对大象脚印到底依赖到什么程度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然而 这项研究和其他研究乳种子通过大象粪便进行传播一样 可以表明大象在生态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篇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 德国科布伦茨兰道大学的沃尔弗·拉姆·雷莫斯说 对大象脚印的研究再次提醒我们 如果偷猎在非洲仍然猖獗 人类将会失去什么